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西伯来书六章的十一到十五节 题目是信心和忍耐未承受应许 西伯来书六章十一节 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 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 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 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 就指着自己启示说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 西伯来书的作者 抒发他对弟兄姐妹们是有期许的 他的期许并非是无敌放矢 他的目标就是那位已经蒙神称赞的亚伯拉罕 他想要他自己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效法亚伯拉罕 因为他知道亚伯拉罕已经得了神所应许 要给他的福 为什么要效法亚伯拉罕呢 西伯来书的作者也分析了亚伯拉罕能够蒙神称赞的原因 最后他竟然以一句话归纳了亚伯拉罕能够得着神应许的原因 那就是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 这也就是作者要弟兄姐妹们 不要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是的 这就是西伯来书给我们所做的总结 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 是最起初的相信使我们走上了这条道路 但是却是持续的信心和终究的忍耐 使我们一直维持在这一条道路上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为相信了耶稣就是基督 是我们的救主 这样的相信也包括了 小孩子会相信圣诞老人会给他们送礼物 或者相信火星上由火星人居住 就是一种相信 也就是这种情绪上的认同 事实上我们在信神这件事情上面 或多或少都是偏离的事实 有一些不正确的想象 但是那也无仿我们的信仰 相信的是一种想法 一种情绪 人现在相信了 过一会儿环境和气氛改变了 情绪也会改变的 是不是还保持同一种想法 那也不一定 这种相信在神那里是没有价值 神所看重的信心 是要像亚伯阿罕那样的信心 就算是要他离开富家 进入到一处他闻所未闻的地区 他也顺服的居家搬迁 并且亚伯阿罕的信主之路 也是和我们相似的 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他听神的命令进入迦南地的旷野 结果首先面对的却是当地的一个饥荒 要知道他是西家带眷又带着所有的仆人 长途跋涩来到神所带领他去的地方 结果那个地方并非是流奶与蜜的好地方 还会有饥荒 但是这些事没有动摇到亚伯拉罕的信心 神说要赐福给亚伯拉罕以及给他的后裔 但是他却年近百岁都还没有子嗣 亚伯拉罕在世上终日劳苦 他所积攒的财富 看似就要无人继承了 那亚伯拉罕的信心有动摇了吗 他有怨叹他的劳苦和空虚吗 不 他所做的只是很有忍耐 并且坚信神所应许的都会成就的 我们信主之路也是这样子 我们有起初的相信来入门 然后在我们信主的道路上会有种种的遭遇 其中会有能够兼顾我们信心的 也有痛苦和无奈的 我们也会为自己的遭遇向神祷告求神帮助 但是却似乎不蒙神垂听 也无人帮助我们 那我们会因为这些困难又无人帮助 就丧失了起初的信心吗 还是我们能够忍耐 我们眼前的痛苦的处境 并且在神不帮助我们的时候 仍然坚持我们的信心 深信神所应许的必将来到 是的 唯有这样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 是要兼得起看起来无望之景况的考验的 真的我们的信心都必须兼得起考验 并不是在某一时某一刻 我们信了就算是有信心了 而是在无数的考验中都没有失败 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信心 有一个老公去广东的东莞出差 老婆就很担心 怕老公经不起诱惑 所以就每天查问他 你一天当中受到几次引诱惑 勾引 如果有一天老公就告诉老婆 我这天受到20次性的诱惑 并且他拒绝了其中的19次 那么这个老婆是要为老公拒绝了19次诱惑 而称赞他吗 还是要为那一次没有拒绝诱惑 而感到难过呢 所以圣经上乃是说 那些忍耐到底的终必得救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